另外一則消費的相關新聞是中華電信在兩年前推出光世代五十美還打出廣告宣稱下載DVD只要花十二分鐘 不過公平會調查之後發現實際上網的速率根本就不到一半 因此依廣告不實重罰五百萬元 雖然中華電信不服提起上訴 但是最高行政法院還是判決中華電信敗訴定驗 中華電信民國一百年在網頁上刊登廣告 宣稱裝HINET光世代五十美 下載DVD只要十二分鐘 誘人的噱頭半年內吸引了三十幾萬民眾升裝 但不久就被投訴 實際速度根本沒那麼快 公平會調查後屬實 以廣告不實重罰中華電信五百萬 至少在廣告期間 這個申辦的人的用戶數是增加的蠻多的 再加上中華電信他本身的營業額也非常的大 而且這也不是他的第一次違反的二十一條 中華電信上網速率根本不到五十美的一半 公平會祭出重罰 但中華電信不服認為在網頁上有文字提醒消費者 最高行政法院則審酌 中華電信近三年來的營業額達到一千八百億的規模 但卻多次違反公平交易法 因此判決中華電信敗訴定驗 對於判決結果 中華電信表示只能尊重 以法辦理 而中華電信遭中罰五百萬 也創下電信業者被罰廣告不實最高的罰金紀錄 就算一壘七 踏步到